感谢我们赵夕的你的敬拜 再次来提醒我们圣灵的江河 我们有没有渴慕圣灵的江河 我们一同来 第一头我们来把今天的敬拜 我们来向着 宝道现场我们的感谢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 主借着诗歌再次来提醒我们 主让我们来渴慕你 渴慕那生命的江河 主让我们来经历你 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此时能够在安静在你的脚趋 主想念吃数算 主过去一年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因为你允许你的恶容易 你的担子轻生 所以你说我们的路径 主满了你同在的之一 我们献上感谢 也感恩 但是我们所要的不至止是平安而已 主在新的一年 主帮助我们 主我们愿意有更可恶的心 主是超越恩典之善 主就是与你连结 主与你的生命有份 主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羡慕的不是那个平安而已 而是那丰盛的生命 主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变化 也不能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工作 主在我们的敬拜服事里面 主我们愿意学习 更多的谦卑 更多的温和 主更愿仰望来依靠 寻求你的职业 主帮助我们 在这里敬拜的每一位 主愿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主你真的来触动我们里面 主让我们愿意知道 主你在这里 我愿顺服你 我愿快跑跟随你 愿来赐福我们的教会 主在你面前 主是希望的 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面前是活着的 有灵的活人 主帮助我们 主让上帝的荣耀恩典在我们中间 主赐下医治 赐下安慰 赐下帮助 我们把下面的敬拜 恭敬 让万在你面前 祷告 奉耶稣保贵的名 Amen 那我们一起来 如今 我们要读的是 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 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到十七节 翻到的我们一起来念 好 十六节请 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 把带坏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十七节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皮带就裂胎 酒露出来 连皮带也坏了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我们下面还要读一段圣经 是四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我们翻到的我们一起来 同声来念 来请 白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恩 那按正路而行的 上帝必使他得到上帝的救恩 认真 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下面我们要请团道来分享 他的讲章是通往救恩的道路